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赢了现在人气非常非常旺的郑宇国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本战比赛前16强的选手呢 没有变化 没有一个16强选手下去 也没有17到32选手冲进来 但是呢排名是有变化了 那么杨帆呢截止到目前为止 杨帆还是稳居第一 18358分 郑宇博呢是15431分 但是呢郑宇博现在还不稳居第二 因为他要看谢昭辉和石漢青的成绩说话 如果谢昭辉拿到冠军的话 那谢昭辉将会获得15456分 就是超郑宇博 那谢昭辉就是排第二 郑宇博排第三 如果是石漢青拿冠军呢 石漢青就是1547分 石漢青呢就第三 郑宇博就第二 好 嗯 现在看场上这个局面呢 会选择打全色球了 这个球本意是要绕过这两颗球啊 两库上去的 但是呢五号球这个进球点呢 还是打得有一点点的 不是最合适的点啊 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六号底带够大啊 嗯 那这球可以登一干 叫一号了 很准啊 现在关键的球是三号和二号啊 那二号好像是挡到了四号的下球线路 所以呢 二号一定要先于四号去解决 观众请把闪关灯关掉 现在主要是看这个三号啊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打七号然后叫四号中带了 然后就用二号再去调整三号啊 或者是看看四号什么角度 如果合适打四号的时候也可以 嗯 那这个角度大啊 这个交不了三号 这个角度确实留的有点大了啊 交二号也不是特别理想 嗯 这个比较尴尬了啊 能顶到这一边的话说明还有点想富裕 嗯 这一边就有点大了 那一边就有点大了 最后二号要是有一点角度还可以啊 如果主球有一个自然向上的角度 那就可以高杆打三裤啊 这个叫三号 嗯 有啊 这个角度有 但是好像比我想象的角度还要大一点 嗯 选择了仪库啊 这些不好处理喽 这些对最轻的力量刚刚好 3号能走到带口的力量就可以 这样才能勉强看到8号球 力量大了就不行了 好 不错 8号球中的 状态不错啊 依然延续上午的状态 第一局 这招徽胜 比分 1比0 上来就来个下马位啊 来个杰青 其实石岸青呢 就是昨天呢 就晋级了 他昨天就已经进到这个决赛里面 等着期待着今天上午最场半决赛 其实他在心里面呢 他是 希望郑宇波输的 如果郑宇波下去他的压力会小一些 刚刚刚中午在练球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聊了几句 然后自己还说呢 我这回可不能再打第二了 再打第二这是四次第二了 这四五次第二 这千天老二了 我说一会儿我跟你解说啊 我说你要是打第二了 我就给你来个证明 正式封你为前天老二 第二局 谁知道会议开球 按说石岸青有更多的休息的时间啊 但这也是一个双刃剑 毕竟早晨打过比赛的话 手会比较热一点 这刚刚一盘球 现在还说明不了什么 石岸青只是炸了一下球 现在连打都没打呢 还不知道手感怎么样呢 但刚刚他已经在下面已经练了 练了有一个小时吧 刚刚 那应该是没什么大事 这盘球啊 球是炸的很散啊 但是主球的位置不理想 那么现在要选花色球的话 就打十号综带 全色球呢 其实十号球综带 要比花色球 要感觉上要简单一些 但是呢全色球 选球选不上了 这个球 花色球选的话 就是十四号球 特别难做了就 嗯 薄了 刚好啊 这套球 现在看来啊 先把上面这三颗球处理掉 然后留下13号叫14 11号这边 太勉强 那一定是打12号 然后叫11了 现在13号球啊 这个球是如果叫到呢 就是稍微直一点 稍微有一点主球自然向右的角度 是最好的 就是说现在9号和13这条线呢 就是主球在9号球的左侧 一颗球或两颗球的那条线上 这个位置就非常的不错了啊 但其实应该角度再大一点 这样主球就可以和13走得再近一点了 那么在13做14的时候就更容易控制一些 看一眼这个角度 还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个球啊 就是分离角一定要掌握好 宁可稍微低点创6号 也不要走高了啊 好的 非常的漂亮啊 这球推进中的就没有问题了 8号球 8号球中弹 第二局 鞋召挥手 几分2比0 开球中台 一上来一接一仗 非常的火热 决赛采取的是 170分钟 抢17的赛制 180分钟 180分钟 对 那么刚刚呢 我只介绍了几个人的 这个排名情况啊 可能有些网友就 不高兴了啊 为什么 我的那个偶像 为什么不说 那我就说说啊 十六强其他人的 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戴勇的成绩已经固定了 是 12336分 稳居第五 那么陈强呢 是第六 王鹏第七 张广豪第八 秋泡谋第九 王炎第十 王云第十一 我看看啊 不对 王云是12啊 那么王小倩 他俩只差了两分 只差了22分 他们两个 那王云12 俞光宇呢 降到了十三 原来是第九 现在降到了第十三 李辉呢 还是第十四 李辉原来就排十四 那么现在 温铁军第十五 从第十一 滑到第十五 然后马之宇呢 从第十三 滑到了第十六 现在紧追其后的 十七呢 是王更墨 十八是李中伟 十九是崔岩 二十是吴振宇 那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几分的情况 我们看这一局 这等于是 石汉庆上来打的第一杆啊 几号推进啊 这种球啊 平时打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用中杆或者是 中低杆去推 这样主球 走的呢 就不飘 稍微相对稳一些 但是如果用高杆呢 有的时候就感觉 有点跑点 大家可以尝试 试一试 但石汉庆 这个球推的有点 差的有点多啊 这个 我感觉 它如果再加加细的话 应该比这个 再像一点 就近了 可能也是由于身体不太舒服 是吧 姿势不太舒服 两个球啊 91都影响了一点 但是目的达到了 七号挡在这里就挡到了 花色球的两颗球 现在这个球啊 如果单叫的话 不太好叫了 现在呢 打13号球 可以去K15号 打9号当然也可以啊 打9号也可以 8号 15号这个方向也可以 看他怎么选 哦 选择了 没有选择K球 那现在这个局面 14号打双落的话 如果不打双落 必须防住啊 主球停到12号后面 没有完全防住啊 看看4号有没有突破 4号球抵蛋 先打 这比赛 在谢少辉也比较主动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不清 12号是不是够下啊 12号也够 但是呢 现在会选择先是处理到14号球 那么还是要 这个球啊打偏了 这球他还是要做防守的 打进了以后用12号球去传4号 4号球抵戴 没有果断的选择进攻 这样痛失了一次机会 其实刚刚打11也可以有进攻的 12号够C的话 应该可以进攻 像这种局面呢 看似很简单 其实打的时候呢 一定要严谨 因为这个球呢 你最后一颗球叫8号的球 一定要留得很好 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意外 因为8号球呢 不是特别的 5号球抵戴 它只有一个 左下方抵戴 左下方抵戴是比较好近的 那么现在看来 石瀚镜应该会较右侧的中带了 推一扣 这个球也是 刚刚跟上午有一场球也是一样 这种球打自然点是非常主要的 这种球打自然点是非常主要的 就是一个纵干 什么赛不用加 他选择了叫底带 8号球抵戴 很有自信 对自己的线路很有信心 第三局 石瀚镜首 比分1比2 石瀚镜首 第四局 学招会开球 谢招会还是很谨慎啊 看一下裁判摆球摆的紧不紧 主球还是控制得很稳定啊 主球还是控制得很稳定啊 这个球选择全球的话呢 就是7号球比较难 这个球选择全球的话呢 这个7号球呢也可以去借助编上这个2号球啊 嗯 谢招会这个球好像走小了 应该是可以走2号球 然后去K开7号球 嗯 自己对自己这杆走位也不是满意啊 马上就抓紧时间想下一个套路啊 嗯 看来还是要走2号啊 这次又有点走大了啊 打台球嘛 有的时候啊 这一组球里面呢 其实就有一颗关键球走到位 别的球就都简单了 但有的时候一颗球走不到位 就影响全局 请观众把手机调至静音 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选择一看防守了 施涵琴这种球也不会进攻 因为没有好机会啊 看看怎么样去防守 因为自己的9号 11号被5号挡死了 然后这边12号 14号 15号都是死球 嗯 先打回一个12号 同时挡到了对方的全色球一颗啊 嗯 谢少辉现在解决7号 因为他有这个 5号这个天险在这里守着啊 守着堵着9号和11号 所以他不怕把那个8号 这个把15号就解救了啊 把自己的球先打活 那这样的话 随时呢自己的球有清台的可能性 那么对手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嗯 两库 场到12号 线路稍微差了一点 那么看看2号球 是不是有进攻了这个球 这球如果进攻2号的话 主球会撞击8号或11号啊 这样的话呢 效果好的话会能够直接叫到5号球 哎呦 这个球推得有点软了啊 这个主球原计划不应该是创9的 应该是奔着11号和8号去创的 这根球打得很聪明啊 自己球打进 别人球打死 还是没有好机会 嗯 这个球如果打14进了的话 可以做一个11号翻中带啊 然后一个低竿就把9号球也解决了 哎 还是没有那么去做啊 想做回来用11号传2号 好 抓紧时间 他加上马 10秒 原始 这个球呢 这个球呢 石汉青还是得用11号传掉2号 还不到进攻的时候 看下来 看下来怎么来处理现在的局面啊 好 还是个有传奇 google 传奇 那我听到这些 还有一些 那我听到处理 我知道这个阶段 我看他有一些 我看他有一些 一个女排阶段 Low 我看她被他有什么 他浪感到衡量了 对不对 那我看他其实看他 那这个球 打14号球的话 现在是有可能能解决12号的 轻轻推下来 然后这球退后点的话 可以用12号去穿11号了 选择先去K9号 运气差了一点啊 这个球 这球他好像就是应该去K5号 因为K了5号以后 8号球的通道就出来了 但是运气不太好 K的挺准的啊 还是主球往12号后面流 这球防的效果一般 这球如果把那个4号 6号 7号的线路都缝住 逼着卸招回去打5号球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了 现在10号球也可以进攻啊 15号 然后去 嗯 还是要防守看来 尽管队 这边效果不是特别好 这个宣伤会有没有现在跟他没有必要的 还可以用跳感了 宁可用跳感去打 都不去打四号和五号 还是主球两库啊 还是往十二号后面走 打得好像右侧旋转多了一些啊 不过这个球呢 暂时看局面 还是诗汉请主动一些 看上去 现在是不是打十五号就有进攻了 可以可以那个九号和五号了 台面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 很稳健啊 还是选择防守 虚伤活现在也不能往里打球 他现在还是得推一下七号 六号防守 好 这个球打得不错啊 这个球留下六号呢 靠过来的话 就有机会 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去解决五号 是不是枯思了 哈哈 漂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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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要传进十二吗 还是饱四号挡十二呢 哦 传走十二号好 这球打得漂亮 效果也好 安全记打 这个球这个效果也不错 这球勾进了效果不是特别好 留下是最好的 好 安全基打 其实这个球啊 从规则角度来讲 石瀚晴不报安全基打也没关系 这个球它如果不报带 15号即使勾进了 也是裁判会判进球无效的 进球无效 哎呀这个球不进是好球啊 进来倒不好了 安全基打 哎呦真的很保守啊 这个球其实打15号就有进攻的 有黑球的 这个时候是斗智动勇的时候啊 看看谁更有耐心啊 打台球本来就是斗智动勇的一个游戏 哎 现在是不是 刷晓晴可以 把9号和12号解决开了 因为6号是死球了 这个时候再不解决的话 机会 应该把握住啊 这个球现在还可以用5号球做防守 包擦5号 用5号球撕三颗球 选择跳杆啊 跳杆的话呢 就把15号球传进就是目的了 哎呦 那现在石寒晴其实有打的机会了 现在可以打9K12了 这个球应该打了啊 如果还不打的话就 真的有点太保守了 安全基打 还在安全基打 能不能行 这是十大九稳不出手啊 这石寒晴啊 这也太稳重了 太老成了 安全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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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摇头 这效果挺好了 还摇什么头 山青本艺可能是想让白球贴裤贴死的 滴杆拉回来 9号可以进 好的 看运气 这个球一定要看运气 运气不是特别好 这个12号球如果被挡到了就好了 现在看看石漢青 半天没有冲冲了 看看手感怎么样 还不错 防的太多了 给自己的手感防没了 这球有的时候真是 该打的时候就得打 这球可以两库叫5号 非常的漂亮 石漢青这一盘呢 要为了自己的保守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好球 8号球 刚刚石漢青内干 9号直接就应该打K球 太保守了 第四局 细招回胜 1分3比1 敬佳 6局 13千开球 小 ان球 跟着 他之前有根据 你不是说 这一局又是一个乱局 看来注定这个决赛 就是要纠结 那么可能 更多的爱好者们 会喜欢看杨帆 郑宇博这样的选手进决赛 快枪手看着就爽 但是同样 其实呢 打台球 其实防守要比进攻难练 那我们看看 现在两个人的防守大战 其实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这个时候看看 有勇气更早的打破这个僵局 很准啊 现在看看11号好像是不够了吧 勉勉强强啊 实在不行的话 11号就够了 11号是够的 但这个球得打保点进球 如果打厚了的话 借到9号 把9号就自己的球借死了 着急了 目标带呀 这个球真是 哎呀 这个球如果要是把花式表演 估计再打不出第二次了 10号球中单 嗯 这个球10号球进来的话 还是得打14中单啊 很难打啊 这个球 是不是有点着急啊 这个球打的呀 哎 好球啊 真是对自己有信心啊 嗯 这个球啊 如果要是青台了的话 对石漢青的打击 应该是不小的 这球稳妥起见 还是打底带啊 不用K球啊 打中带撞7号的话 就要看撞什么效果了 但是底带呢 要比中带难打一些 看看准度如何啊 非常漂亮啊 8号球底带 看来啊 七招回忆这次 这次啊 来参赛之前一定是做了 充足的准备啊 否则的话 临阵摸墙的话 状态也不会持续这么久啊 这么稳定 美中不足就是走小了一点 非常漂亮 嗯 许多能够带回首 五分 这杆球现在会打的确实挺精彩的 石汉青的防守其实做的也可以了 只留下了一个中带一个推球的机会 那种球也是比较难推的可以说 10号角也打得准 现在回这个11号神奇的进球太神了 这杆主球控制的稍差一点 但是效果不错 主球周围流了都是好球 现在如果9号角度合适的话 其实选花球比全球好大一些 9号角度正就不行 如果稍微大点角度的话 就是可以两库上 打全球也不是不可以 全球其实就一个7号难度大一点 然后其次是6号 其他球都没有什么难度 10秒 也是 还是犹豫不决到底选哪里的 打花球的话 如果9号这个球位置走好了 就要比打全球轻松很多 这个角度应该还是可以打出两库来 看看是蹬还是推 推的话就两库 这个球啊高杆用的有点多了 然后呢是蹬的有点少了 再稍微带点蹬 这个球就可以从6号的这个 这一侧过来了 这个属于一个重大的失误 12号球 抵戴 12号 连船在接 11号 连船在接 这球要进攻的话 可以打一号 还是想着连攻带手的线路 就推七号了 11号球抵达 还是想着啊 感觉薛来茴现在放开了就进攻了 反正对方没有手感 趁这个机会尽快多拿下几局 漂亮 漂亮 哎呦 运气不太好 这十二 十三都被这个全球缠绕上了 最球真的运气太长了 如果挡死一颗球还好说 挡死了两颗球 这个要细 直接叫相同纵带 力量小了 第二次选择防守 好球 感觉今天谢昭辉的手感 真的是不错 这绝嘴对自己的运气 不太满意 还是一个进攻中带着防守 看到不好还是要防一干 以时汉清现在的手感和他这个一贯的风格 应该是还是会防一干 我们这个球轻推 看看这个球 10号球 应该可以打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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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防守质量也比较高 12号中带有没有推 好像是被7号挡到了是吧 不挡到了 弯带的线路也被挡到了 接着会议也是敲一敲敲粉啊 好球 十安清有一个习惯啊 自己打完球以后 不喜欢回到座位坐在那里 喜欢站着 这个曾经原来秋花某也是喜欢这样 可能是由于紧张啊 或者是说自己想放松一下自己的压力 打完球以后就站在一边 两人又进入了防守大战啊 看看谁能率先突破呀 像这种局面呢 其实像我们普通的台球爱好者啊 可能不太喜欢看这样的局面 推来推去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些年轻的一些小职业选手们啊 半职业选手们其实应该多看一看这样的球 磨练自己的耐力啊 然后多学一学这种防守的线路和思路 结合这个台面实际球的情况 看看人家是怎么防的 学习一下 现在可以打五号啊 解决三号球了 运气太差 这球三号球不知道够不下啊 嗯 果然运气不好 感觉今天石汉青秋风秋稳啊 不是特别犀利啊 这个球正常以他这个球季的话 这个球可以进攻的 打完一号 然后叫二号角度 三号走续位也是可以的 理论上是可以进攻的啊 今天可能对自己的手感不是很自信啊 所以先防一防找一找手感 12号球准备 嗯 现在我会选择了翻带 真准啊 那现在十号其实也挺难处理的啊 十号我们看不到十号底带 借一号力有没有下啊 嗯 好像是有啊 有啊 看来我们导播很专业啊 好 嗯 好 嗯 这个球啊 低杆小分离角变大了 没有直线拉回来 不过没关系 这个球还可以用跳杆去打啊 这个球如果 跳杆跳准了啊 这个球用中低杆去跳 10号球底带 主球横台还可以叫到8号球 嗯 七二分的跳球还可以啊 嗯 算好效果了啊 运气好 运气好 前两天是 这球首先就是跳的话 嗯 刚才要立得很高 因为这个障碍球离主球很近 这样的话呢 跳杆的技巧是这样 球杆立得越高 主球跳起来的越高 那么球杆越低呢 跳得越低 所以这样的球 障碍球就在前面 一定要把杆立得很高 这样才能直接越过去 但是他刚刚呢 又是想要打一个低杆的效果啊 让主球横台走 或者是干脆就想着 我低杆回来做防守 就像是在这个效果 万一跳不近的话 把1号跳进去做防守 所以跳杆呢 也是可以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也可以高杆 中杆低杆 随心所欲的啊 我最早看到跳杆 打缩杆的 就是美国的世界冠军 史翠南 在九球台上 跳杆缩回来 当时我那是应该九几年的时候 当时在视频上看到以后 真的是很吃惊很惊讶 那个时候不理解 昨天石汉青有过一次对角线的远台跳球 也是非常准 直接打进了黑霸 嗯 对 哎呦 刚说到非常准 我小时候是怎么了今天呢 怎么决赛恐惧症吗 难道是 一进决赛就不会打了 8号球中单 16局切招挥手 几分5比1 这个比分 多多少少 有点出乎意料 石汉青啊 其实 他现在啊 缺一个 心理辅导的一个教练 一定是 他的心态出了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说的 一点不会过 决赛恐惧症 一进决赛了 心里就想着 哎呀 我老打第二 老打第二 其实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越这么想越不行 就应该放开了 什么都不要想 就放开了打 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还有就是 这个时候是最考验人的 刚刚3号球没有推进 就证明什么 心不平静 不钻住 钻住不进去 头脑一片空白 有点乱 砸念 对 所以说不钻住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事 继续石汉青开球 但是呢 我相信啊 石汉青会进行一个自我调整 不至于这样一直低迷下去 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啊 看看石汉青 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 振作起来啊 嗯 开球有劲啊 起码开了个好投 嗯 来一个乍青吧 提提士气 现在这个球比较简单了啊 不会吧 选7号选3号多号吧 这个球 哎呦 险路又出现问题了 刚刚打3号其实挺好的 不用急于处理7号 留着7号叫8号挺好 刚才 思路有点乱啊 嗯 看来是也是后悔了 不是后悔 他是对自己走位不满意 嗯 他对自己这个线路控制的 1号球不满意 1号球不满意 看这种球 远台的宝球 这个主球很难控制的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嗯 好的 嗯 那么这个球呢 推 靠库近一点啊 这样的话 留出4号角度 不会太大 好 这球高杆两库 先交到5号 嗯 那这个角度 是不是可以先打6了 还是要打5 打5号叫2号 然后6号叫8号 这个球啊 点位很主要 手不要软 用点位去找这个分离角 不要用力度去找 好 好 还不错啊 嗯 6号啊 可以交2号 小了 还可以啊 这个球低杆 横台一拉 嗯 这个角度不错啊 也不用错 直接一个点位 击打就可以 好 8号球 底带 认真点 描一描 不要着急出杆啊 这一局 十岸青手 比分 2比5 开球精彩 这一局对十岸青真的很重要 这一局球如果清不了的话 对他的信心坚持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一局清了以后 他的信心会会升很多 嗯 起码我有机会 还是能 能打篮的 虽然磕磕磕磕 但是 结局 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打台球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要注重过程 要注重的是结果 就是一定要赢 赢才是用道理 过程多么辉煌都不重要 过程多么纠结都无所谓 结局是赢 就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是8号球 第八局 谢昭辉 开球 嗯 这一局结束以后呢 就进入第一个官方暂停 看看我们的比分呢 是6比2呢 还是5比3呢 哎 哎 这谢昭辉第一次开球没有球进啊 看看小石头能不能抓住机会 完成一个漂亮的街情啊 掌掌士气 3比5和2比6 其实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局对于石漢青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看看能不能顶住压力啊 把握住机会 机会还是不错的这个局面 好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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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ement 嗯 ум 嗯 嗯 花球最难处理的就是9号球了 那么现在打11号球啊 可以地竿直接拉回来 然后打9号球 戒13号力进中带也是可以的 这个主球这个角度 打戒力呢 不太理想 因为力不好发 因为这个 打这种戒力球啊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打 那个最纯的那个点 有的时候靠力 有的时候可以打厚一点 用这种力去调整 实际上镜也是看到 这个不好打 但是他这么打的话呢 这不是2号留下机会了 这么打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4号抵戴是不是也有效 2号球中带 这样谢赵辉呢 又主动上手了 现在可以打3号 可以1号 然后打6号中带 看看会不会这样选择 选择了防守啊 现在会儿也来稳的了 反正我比分领先 我不着急 是的 ace votre 如果你 有şa 画了 erk 我 米 途 这样鞋照会又来了一次好机会 六号组应该是有下的 六号球 六号球中担 大家看到这种球是用低杆去推 低杆呢 然后这样可以在出杆的时候 速度上调整一下 就是说速度结合力量 不要太小的力量推 因为如果你用中杆呢 主球会走得快 中杆和高杆 然后主球呢 你太小的力量 有可能就会发飘 那么用低杆搓出去 这个球搓推 那么就会主球呢走直线 就是飘的几率非常小 平均速度快了一点 好 现在做到四号球的左下角底带啊 这个很关键的一颗球 这个球如果刚好做到什么呢 就是主球有一个自然向左 然后去K那个13号球是最好的 K到13号球 然后把8号球的通道闪开 然后呢还能较到7号球 这个球角度留得有点大了啊 不过还可以 还可以推现在 这个是要准度的时候了 现在会再看K13号球的这个线路啊 K完13号 看看主球和13号球分别走什么线路啊 根据这个判断 然后去 然后去这个自己去用这个合适的力度去打 很准啊 非常非常的准 我很久没有见到谢绕晓晓有这么好的状态了 这就低措拉回来 嗯 这拉的有点多了啊 这球如果轻推的话是叫8号球底带 然后还有一种可以两扩回来叫相同的中带 看看怎么选择 感觉选择轻推的这个几率要大一些 当然低措也可以叫相同中带啊 但是那样的话难度更大一些 嗯 还是选择打低措带啊 8号球中带 8号球中带 你再暂停5分钟 结束之后 谢绕晓晓6比2大幅领先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